好了,我们这一节呢,我们要上的是数学课 好,那请你们把数学课本拿出来 然后翻到45页 好,然后在上这一单元之前呢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好,来,分母为10的分数 这一边它是一个长方形 那把长方形平分成10份 铺颜色的部分是几分之几 好,来,我们先来看这一个 这边总共是10块 那涂颜色的是几块,数一下 好,没有错,这一边这一格是十分之四 好,那旁边这一格呢,数数看 好,十分之三,没有错 好,来,那十分之四跟十分之三谁比较大 对,十分之四大 好,来,我们再看一体 来,这边一样是分成十分 好,来,左边这里涂颜色的总共有几块 好,十分之八 好,来,那这一边呢,十分之十 很好 来,那十分之十等于多少 等于一,没有错 好,来,那十分之八跟十分之十 请问我这边要填大鱼还是小鱼 好,小鱼 好,来,我们继续看 来,看图回答问题 来,这一边右上角这一块 这边是一个大饼 好,那它是表姐结婚时送的一块大饼 好,来,妈妈把这块大饼平分成几块 来,我们这边我们来数数看 来,这一边 一块,两块,三块,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来,所以呢,这边总共是十块 所以呢,这边平分成十块 好,那家喻到这边 它吃了三块 所以是几个大饼 对,十分之三 好,这边我们又回到分数 后来哥哥吃了十分之四个大饼 所以呢,它是吃了几块 记得,我说过看上面的数字 四块大饼 好,接着 它说看第二题跟第三题 二跟三 所以呢,已经有几块大饼被吃掉 看清楚是为你被吃掉的部分 三加四等于七 好,已经有七块大饼被吃了 所以呢,总 原本十块 十减七 所以呢 剩三 所以剩下十分之三个大饼 来,这一边是十杯果汁 亚文喝了两杯 但是喝了几瓶果汁 注意单位 杯跟瓶水比较大 那十分之二瓶果汁 好,那亚言他喝了十分之四瓶 所以他喝了几杯果汁 四杯 好,来 继续看我们的第一题跟第二题 已经有几杯果汁被喝掉了 被喝掉的 好,已经有六杯被喝掉了 所以我剩下几瓶 注意单位 十分之四 好 来,这一边 照顺序甜甜看 来,我给你们 一分钟先把一二大题写完 然后我们来对答案 好,来十分之一下一个 十分之二 十分之三 十分之四 再来就是十分之五 好,第二题十分之十 记得十分之十等于一 好,那他下一个数字是十分之九 再来十分之八 十分之七 十分之六 好,来第三大题 前路大于小于或者是等于 请你们在纸上做做看 好,第一题小于 第二题等于 再来第三题是大于 第四题十分之六 大于十分之四 第五题十分之五 大于十分之一 再来第六题 十分之四 小于十分之八 好了,这一边是 像应用题 把做法和答案记下 再来,现在请你们在心里面 念出题目 后来十分之四 大于十分之四 等于他吃的是五颗 再来这边一盒饼干有十片 哥哥吃了六片 哥哥吃了六片 弟弟吃了十分之三盒 所以吃的饼干比较少 少几片 好,来 所以呢,你们要先把 哥哥 吃的十 六片等于十分之六 那十分之三 小于十分之六 所以 弟弟吃的比较少 那他少了 少吃了三片 好,来 这一边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分数 那分数跟我们小数有什么关系 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影片 麦斯和多利坐着计程车 要上欢园 欣赏美丽的云海 四季叔叔 还有多久 可以到欢园看云海呢 别急别急 就在前面了 哎呀 糟糕 快没油了 什么 我们在山上 怎么办 哎呀 放心 前面有加油站 啊 山上也有加油站啊 哎呀 到了 得救了 这里就是官员加油站 是全台湾最好的地方 最高的加油站哦 哇 嘿嘿 我们好幸运啊 今天的油价是 九五五千汽油 每公升 三十二点五元 呃 据我所知 油价下星期 每公升要调涨零点四元了 啊 零点四元 那是多少元 哈哈 哈哈 看来 你还没学过小数 嗯 小数 那是什么 学很小的数 做什么 啊 呃 你先想想 把一块钱分成十份 每一份是多少元呢 简单 十分之一元 那是分数的表示法 如果换成小数 就可以说成零点一元 如果是两份 除了说成十分之二元 也可以说是零点二元 以此类推 哦 那我知道了 零点四元 应该就是十分之四元的意思吧 所以 现在油价每公升三十二点五元 下礼拜调涨零点四元 那就是三十二点九元咯 嗯 好厉害哦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好啦 所以这就是 分数跟小数之间的关系 那这一边她说 九五五千气有每公升三十一点五元 下星期调涨零点四元 那油价变成多少 好啦 这是在于你们课本下面的软身活动 她说话一话停停看 这边她是一块蛋糕 我们要先把它平分成十份 那其中的三份 是几个蛋糕 请你们先把蛋糕 平分成十份之后 再帮我涂三块 好 所以涂完了 好 十份里面的三份 所以就是十分之三个蛋糕 好啦 我们现在先来看活动一 认识一位少数 现在在你们课本的四十五页 那这一边是一张设置 那我要平分成十份 其中的一份是多少张设置 十份里面的其中一份是十分之一张 这是我们之前有学过分数的说法 十分之一张 好 那你看这只小狗多利 她说还有其他的说法吗 那其他的说法呢 就是我们这个单元要学的小数 叫0.1张 这一边 这一边 十分之一张也可以说是0.1 0.1 读作0.1 那请你们帮我拿笔 然后把这一块 画下来 0.1 0.1这边帮我画下来 好这是国字的写法 叫0.1 尤其是0 下面记得有一点要写上去 好来这一边 来这边有一张设置 它平分成十份 那把十份中其中两份涂上颜色 这边请你们说说看 涂颜色的部分是几张 来这边总共有分成十份 涂颜色是两份 我们之前学的说法分数怎么说 对 十分之二张 好 两个十分之一张 是两个0.1 所以呢 这一边我们就叫它0.2张 十分之二张也可以说是0.2张 所以0.2 读作0.2 一样 你要注意 怎么写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来 一张设置 可以分成十份 一样 这边画完涂成了三份 所以是十分之三 十分之三 所以我们怎么叫它 对 没有错 叫做0.3张 好 那时候一样咯 十分里面的四份 就叫做几张呢 0.4 很好 好 再来五份 就是0.5或十分之五 没有错 好 像 这一边很重要 像0.1 0.2 0.3 这样的数字 我们叫做小数 小数 在小数中的黑点 就成为小数点 所以你0跟五中间 这个圆点也一定要有 没有的话就算错 好 来这一边 把小数 画起来 小数 叫做小数 就是我们这一单人 最主要在讲的东西 好 那我们来写下面的做做看 那先数清楚这一边 第一张 它总共分成了多少格 那它用分数怎么写 好 好 十分里面的八份 所以就是十分之八张 那十分之八张 我要用小数的话 我应该是怎么写出来 对 0.8 好 来 那旁边这一张 旁边这一张纸呢 算算看 对 十分之六 好 那十分之六 怎么用小数点记 对 就是0.6 很好 好 来这一边做做看 来我们来涂颜色 拿出你们的色笔 可以用荧光笔色笔 链笔都可以 来 它要我们画0.4杯 来 请你们先数数看 这个杯子 总共分成了几格 对 十格 好了 所以呢 这一边一小格 就是0.1 这边0.2 0.3 0.4 所以呢 我画到这个 中间长长的下面 画到0.4 这一个就是0.4的画法 好了 0.7杯 给你们试着做做看 好 好 数清楚 0.7在哪里 好的 0.7杯 好 来 我们目前今天先上到这里 那你们今天的功课呢 就是去写 你们数学习作的41到43页 另外请你到英才网 这一边 英才网 它任务名称这里 我有写小数 然后前面是知识结构这边 请你们去看完影片 然后把它做完 完成这一项任务 那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再请你在群组 发吻 骑坐记得要洗完 该用齿的要用齿 涂颜色的涂颜色 不要乱涂 好 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